香港天王刘德华一月在泰国拍摄广告时追马受伤 需要了半年后8月初以全面复出 忙着为电影宣传 因为9月27日是她的56岁生日 日前提前举办庆生日派对 活动中公开上后的附近影片 无岁女儿刘向慧 提心为她洗脚的画面感动现场无数人 据港媒报道 刘德华16日举办生日派对 与粉丝一同庆祝即将到来的第56个生日 现场除了以歌声掳获忍心外 看大秀武器证明自己已从最马上是痊愈 她又唱又跳的身影让满场粉丝看了很感动 有粉丝透露 刘德华亲生会上播放了伤后的附近影片 可见妻子朱丽倩陪在身旁照顾着 无罪女儿刘向慧也很贴心帮她洗脚按摩 孝顺模样惹哭许多现场粉丝 而活动当天老婆与爱女低调出席 排队结束后她也被拍到 抱着暑睡女儿的慈父身影离开现场 事实上对于身后附件她曾透露 为了站起来每天接受水疗 走18层阶梯附件 她还每天抱25公斤压铃练身蹲 就为了一场回家抱五岁女儿刘向慧的心愿 当被问是否曾担心站不起来 她则回答没有 我一直很有信心能够站起来 大家都在怕 但我做这么多好事没有怕 我一直在一起 我一直在想